南淮锦先生在书里写道,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上,不在庙里,而在社会中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修行中生活,也在生活中修行。人这辈子,全靠修行,尽心做好眼前事,持续沉淀,减少消耗,才是为未来做准备的最好方式。 一个人越来越强大,都会做到这三点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苦不倾诉,苏东坡有次跟佛隐禅师同游杭柱灵隐寺,在灵隐寺大殿上,苏东坡见观世音菩萨手中挂着串念珠,觉得甚是奇怪,便请教佛隐禅师,世人希望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庇佑,所以一直念着他的名号, 而他手上为什么还挂着念珠,他这是念谁的名号?希望谁来保佑自己? 佛隐禅师回答,他也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。苏东坡更不解,他念自己的名号有何用处,佛隐禅师解释道,他深知求人不如求己,只有自己可以庇护自己。 苏东坡听必恍然大悟,大千世界,云云众生,没有谁不辛苦,但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能感知我们苦的人,只有自己,能从深渊中解救我们的,最后也是自己,庄子也言,子非于,安之于非乐,你不是我,怎知我的痛苦和快乐,真不是赐在自己身上,就不会明白有多痛,轻言诉苦。 别人难以感同身受,到头来,不仅换不来理解,还可能徒增别人的烦恼,甚至成了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,人生如长河,无周可渡,唯自渡者,方能自救,真正的强者,懂得沉默,学会隐藏,物资把吞下的苦痛和委屈,默默消化掉。 他们内心纵然痛苦不堪,外表依旧镇定自若,继续负重前行,而那些独自疗愈的时光,无声熬过的岁月,最终也会照亮他们前行的路,成为最坚实的铠甲,护送他们走得更稳,去得更远,静步慌乱,增国藩层严,凡玉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。 若一慌忙,便恐有错,故处便不惊,从容应对,为处是第一法,急中一生乱,忙中一出错,唯有静下心尘铸气,才能理清千头万绪。 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诸葛亮因错用马速,导致丢失战略要地,接停,随后,司马懿趁虚而入,引十五万大军向诸葛亮所处之地,西城进发。 当时,诸葛亮身边没有五官,只有一批文官,最糟糕的是,守城的那五千士兵,有一半运粮草去了,只剩一半留守城内,众文官见司马懿率领大军而来,早已大惊失色,但诸葛亮却冷静自如。 他先命守城的士兵不得喧哗,又令士兵打开四个城门,只留二十名士兵在城门口,伴坐百姓,洒水扫街,随后,他便带一把琴,到城上平栏坐下,悠然弹琴。 司马懿是多疑之人,知诸葛亮一生谨慎,但如今,见他大开城门,还泰然自若地弹琴,想必这城内定有埋伏,如果贸然进城,定然中计,死前想后。 司马懿还是不敢攻城,决定撤军退守,诸葛亮利用司马懿的弱点,摆了出空城计,终成功守卫了西城。 泰山崩于眼前,依然心不慌乱,气定神贤,这足以看出一个人的定力和胆识。 正如蔡根坛所言,美林大事有静气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律,律而后能得,很多时候,所遇的危难,只是来磨砺自己的。 假若没有坚定的内心,去面对和承担,便容易功亏一篑,净声百惠,净声极致,欲事不慌,临危不乱,才能稳住心态,想到应对办法,最终跨过重重危机,化险为已。 允许自己不完美,白岩松曾说过,毁掉一个人,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和达到极致。 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合适,如果生活中过分追求完美,只会让自己心里憔悴,限制了发展的潜力,最终落的,被困在完美的怪圈中,丧失未来的无限可能。 有这样一个女孩,她因为自己长得胖,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,不肯迈出家门一步,不与外界接触,她唯一的爱好就是自拍,然后把自己的自拍照片裁剪。 静修,自觉完美无瑕了,就附上文字,发到朋友圈,期待别人的赞美。 母亲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劝她,把精力放在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上,不要每天自欺欺人,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,然而对好身材的向往,让她对母亲的话,置若罔文。 依旧每天用自拍来安慰自己,欺骗自己,人们说,静无足斥,人无完人,在美好的事物,也会有瑕疵,在优秀的人,也会有缺点。 如果只盯着自己的缺点,想尽办法掩饰,便也限制了自己的发展,只有允许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,才能挖掘出自身的潜力,不断成长,情绪稳,东宇辉年轻时。 参加了新东方的一场招聘,在面试环节,应聘者需要每周进行一次试讲,一旦试讲效果不好,或者经受不住面试官的批评,就会被淘汰。 前几次的试讲,尽管董宇辉都遭受了面试官毫不留情的批评,但他都忍受住了,可最后一次,他做了充足的准备,试讲后,自我感觉良好,却依然被骂了一个小时,他积攒了许久的委屈,瞬间涌上心头。 只想快点离开教室,但他刚跑出门,看到墙上于敏红的话从绝望中寻找希望,人生终将辉煌,他原本濒临崩溃的情绪渐渐稳了下来,他转身又回到教室,完成了那场面试,最终收到了新东方的入职通知书。 后来,他成为了东方甄选的主播,一开始无人问津,后来骂声一片,但他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准备每一场直播。 力求带给粉丝们不一样的直播体验,毫无疑问,他经受住了压力的考验,成功了。 回想当年的那次招聘,董宇辉的专业素养不一定是最好的,但最终让他胜出的是情绪稳定力。 人这辈子,无论做什么事情,永远都是阻碍多于顺畅,所谓的顺风顺水,不过是一步步排除阻碍后所呈现的结果。 而排除阻碍最重要的能力,就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,就如董宇辉风生水起的直播间,知识储备,应变能力,团队协作,无论哪一样,都需要在他情绪稳定的情况下,才能发挥效应。 一旦情绪失控,见识,格局,修养,思维模式等,都将成为空谈,正如狄庚斯所说,情绪心态之健全,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。 真正掌控局面的人,永远是管理情绪的高手,心态文,电影《绿皮书》里有一句台词,当你无法改变周遭环境时,至少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它。 面对生活的责难,是缴械投降,过得灰头土脸,还是不卑不亢,依旧盎然挺拔,就在于自己的心态。 艺术家沐昕,出身于富贵人家,最新于写作、画画,却阴差阳错地做过三次监狱。 第二次使,他被关进满是脏水的防空洞,每天的工作就是倒垃圾,通阴沟,产机油,因为审问时不肯服软,被暴徒折断了三根手指,曾经的翩翩贵公子落到如此田地,又有几人能够承受,但沐昕稳住了。 他找来纸笔,画上黑白琴剑,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,在始终敞亮的心里,弹奏莫扎特和肖邦。 第三次入狱时,沐昕已年过半百,人们以为,这样一位屡受命运摧残的人,出狱时必定暗淡无光,形容枯稿,但出乎意料的是,沐昕头戴礼帽,服饰优雅,皮鞋正亮,脸上毫无风霜。 在那个年代,因为太苦,而一死了枝的人太多,但沐昕却依靠着强大的内心,在风雨中拉自己上岸,人生的雨,从来就没有停过,只是有的人在大雨中泪水滂沱,有的人在洪流下,笑容明媚,真正强大的人,人生的苦难也不曾少一分,看淡一切,人活到最后,其实都是往回收的,毕竟,到了一定的年龄, 自己再也折腾不住了,也再也不想去压榨自己了,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体验,如果总是为了利益,总是为了目的,却偏偏忘了自己的内心感受的时候,那么,就算自己拥有再多。 也会过得很累,甚至全盘否定自己,周国平说,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,只有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安静下来,不再去想那么多,不要去做出多余的改变,而是懂得善待自己,知道如何认识自己,了解自己,提升自己,在人情事故当中,也让自己学会看淡一切,不要斤斤计较,更不要耿耿于怀。 蔡根坦,有言,心浮气躁者,一事无成,沉着冷静者,摆服自己,只有让自己的内心保持一定的从容和自在,舒坦而惬意的话,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更简单。 也会因此变得更快的,印度诗人泰格尔曾说,有一个夜晚,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,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,有一个早晨,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,从此,我的脚步就轻盈了。 无论如何,还是要让自己学会简单点,让心回归宁静,让自己保持平静,甚至在必要的时候,敢于放下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,甚至不惜烧掉所有的记忆,这样的话,我们就只能够变得越来越独立和从容,坚定而洒脱,也会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希望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